今天我的目的呢 跟功能 為什麼會來到Fashion Guide做客 就是要來跟你講 秋冬的保養應該怎麼做 隨著年齡的增長 隨著環境的濕度降低了 你可能會發現到 這時候的肌膚細胞 它是比較好弱的 也就是吃保養品的這個 吸收速率比較差 今天我有準備的三款 這個青春景膚霜 針對不同的膚質 它就有不同的添加物 比如說有全部都一樣的成分之外 再加上其他有效配方 比如說像是藍色這款 它可以針對混合性 容易出油的肌膚 都能夠使用的清爽劑性 那再來呢 有沒有看到銀色這一罐 你知道嗎 這個銀色呢 它主要專注的是在敏弱性的膚質 也就是說我換季如果有一些脆弱的狀況 我可不可以用 當然可以用 那另外還有一個是什麼 針對偏乾性的膚質 或者是這個鬆弛的問題 比較明顯的肌膚類型 我們就可以使用這個加強型 我們在使用這個霜的時候 如果你想要變得更清爽 你用你的指腹注意看囉 把它柔化開來 就像這樣子 你會發現到它馬上變成是 精華液的狀態 下顎的中心就是下巴的地方 往耳垂的這條線 輕輕的用你的手掌包覆住 由下而上的方式輕輕的塗抹 像這樣 它就可以讓我們的輪廓線 變得更加的明顯 定住你的鼻側 鼻翼的地方 往耳朵中間的地方來帶 點對點的方式輕輕的塗抹 像這樣子 輕輕的 第三個地方呢 就是在你的眼睛的區塊了 在眼睛做保養的地方呢 我們可以用很輕柔的方式來做 因為我們知道說 眼周肌膚是最薄的 很容易會受傷 所以呢 請你用指腹 用點壓的方式 輕輕的在你的眼下 做點拍 甚至是你可以用那個鋼琴手 像這樣 如果你希望讓你的眼周的眼型 變得更加緊緻 你可以稍微提一下你的太陽區 像這樣子 有的時候用眼過渡 確實是會有一些眼帶的問題 對不對 或者是有一些水腫的狀況 你可以輕輕的做一下引流 那麼另外呢 最後一個地方是哪裡呢 就是在你的額頭的地方 稍微做一下按壓 把這個緊緻抗皺的能量補充上去 調理敏感脆弱肌膚所設計的這款 敏弱型的青春緊膚霜 在使用的訣竅 我會建議你用點拍的方式 操作就可以了 因為你知道嗎 脆弱型的膚質 它的角質聚合能力比較低 好所以呢 你就可以像我一樣 用這個點拍的方式來補充 我覺得這邊比較水潤一點 你說那個抗敏的這個 抗敏的 比較清爽水潤一點 那這個加強型的呢 就是有緊緊的那種 對不對 它就是會提升你的肌膚的表面張力 用在頸部保養的時候 留下的上包覆住你的頸部 然後甚至是你可以稍微 頭抬高一點點 然後這個時候是不是頸紋就會被撐開 然後你就可以用指腹這樣 柔化進去 把這個青春的能量擦上去 但是 拜託這個地方一定要記住好不好 拜託一下 你知道嗎 在保養按摩的時候 你還是要照顧到邊邊角角 你才會真的變成是一個360度的女神 再次的跟大家提醒一下 它就是有針對 比如說偏乾性 你可以用的是什麼 加強型對不對 然後呢如果是容易出油混合性的膚質 你就可以用這個經典款 最後如果你是敏弱型的膚質 你可以用的是銀色的這款 希望你在入秋冬的這個時節 仍然能夠成為一個360度的美人喔